好 接下来透过及时影像 我们可以赶快来看到 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是在台东富山海域的一个景色 今天的云层算是有一点厚 不过没有下雨了 昨天台东有部分地区 日累积雨量是有来到 全台湾的前三名 而今天还是有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的发生 不过台风走了之后 昨天全台的天气相较于前几天 已经算是稳定不少了 但是就在昨天下午 中部地区整体的对流发展 还是蛮旺盛的 所以气象署就从下午 发布了大雨特报 一直到晚间 那么就来看看 这个雨势都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名是在彰化县的田中镇 来到了53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 第二名是嘉义市的东区 有50毫米 那第三名则是台东县的大五湘 是45.5毫米 好 这不是到非常多的一个量 不过接下来今明两天 恐怕还是会持续有降雨的状况 好 那么看完昨天下了多少雨 再来要看到昨天到底有多热呢 从图上来看到是昨天下午1点钟的 这个温度分布图 没有像之前央气象署发布的时候 全台市红彤彤 甚至还红到发紫的一个状况 但是北中南都还是有温度蛮高的地区 像是一整天下来呢 高温第一名是在新北市的三峡 37.7度 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在台中市的大理 还有这高雄市的那个西埔呢 都是36.5度 好 接着我们从卫星云图来看到 随着台风的远离呢 台湾上空的云系是慢慢的减少了 不过呢 这凯米台风前脚刚走菲律宾东方海面 又有个热带扰动在逐渐发展当中 而且这两天呢 慢慢的在接近我们台湾 好 还可以可能会持续增强 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了 会带来一些雨势 但是会不会变成台风呢 现在目前看来 这个整体的环境很不利于它的发展 所以成台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那接下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今天低气压呢 是逐渐的在接近台湾东南方的近海 可以看到下面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低气压 不过呢 因为附近海域还有大气条件 不利于它的发展 所以气象鼠是预估 它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呢 会是以热带性低气压 或是低气压的强度来通过台湾 那么这样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它发展的 比预期还要快的话 其实也是不排除 有发展成为台风的一个几率 那未来台湾附近海域呢 有没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在这一两天都还要再持续的做观察 而这低气压在明天呢 会逐渐的通过台湾的上空 一直到周三 低气压开始减弱 那也会离开台湾 接下来我们从定量降水预报图 来看到今天的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 这个带低气压的影响之下呢 东部中南部都会有一些降雨 那么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因为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呢 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都会有一些雨势 一直到晚上的八点到明天的凌晨两点 我们来看到这降雨就非常的趋缓了 剩下在东部花莲地区这个地方 还有较南侧呢 有一些些降雨的发生 那今明两天因为受到低压的影响 南部和东部地区呢 这雨势都会蛮明显的 还有可能因为热力作用的关系 会在午后下雷震雨 那其他地区呢 也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样的天气形态呢 一直要到周三之后 低压离开台湾 换成了太平洋高压接近我们 整体的雨势才会趋缓 到时候吹的是南风到西南风 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只是说这午后呢 还是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不过整体来说 雨势已经明显减少很多了 好今天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呢 今天全台各地几乎都是有降雨的几率的 不过其中是在南部地区 这个几率比较高 来到了70% 其他大部分是多云短暂震雨的天气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 目前气象署是没有发布高温资讯的 那因为今天全台湾最高温 大约是在34度左右 低温则是在25到27度 比起台风来之前的天气啊 已经算是没有这么热了 那么今明两天呢 同样是受到低压靠近的影响 在台湾东南风海面呢 这黄色区块会达到3米的一个浪高 所以要特别留意了 那么明天呢 这个东方的海面 还有巴士海峡部分 也都要留意浪高 同时阵风会达到8级 还上座夜和海边活动 都要特别小心了 今天小丁宁来看到 受到低压靠近的影响 今天和明天都会有机会降雨 所以出门要挤得期待雨具 好 这凯明台风虽然走了 但是这几天呢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雨势的 所以还是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避免土石松软发生弹风 那同样低压靠近的关系 东部和南部沿海浪高 海上作业和海边活动 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以上是最新的气场资讯 你好 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